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開支會 七月一日開支會 結果這兩個會都被我們新台北上線獨家取得了 這兩個會當然是關鍵 可是這兩個會之外 其實英小偉創這條創二十三道會 二十三支會也被我們獨家取得了 一百零七年到一百零九年 總共開二十三道 裡面有什麼人參加 剛剛剛剛 等一下我講一下 彭前副市長 彭前副市長這裡 柯前市長 柯前市長這一場 那個彭副市長沒有參加 沒有 他不是躲到最後一次才參加 他參與了這兩次之後 他知道後面有人參加 所以柯粉找這個一堂 他沒去 這個會就決定說 那你就送進來 我跟你講你知道這個會是什麼會嗎 是市長畫牙的會 沒錯 大家都瞧好誰 誰畫牙 柯粉著開了這個會 明天就被抓進去了 我告訴你啦 因為這個議員開的會下的結論 公務員只是尊重 就是市長開會決定下的結論 公務員就照辦 所以這個會在形式上 就是讓這個會 我們上次講開綠燈 就是這個會 那這個會完的都看到 3月10號這個會完之後 來各位看到這個 6月23跟7月1號這兩個 都發局都委會 就是這兩個會 然後又繼續吹 繼續吹 繼續吹 吹到沒了 這個就過了 所以映小輝開了23次的會 然後今天呢 你看3月10號完 4月21號 又把映小輝叫過來對不對 這我們之前都講過 都發局還在拖 後來就叫都發局當PM 對不對 然後後來2021年8月10號 還在拖柯文哲 易小微又開始會對不對 直接把彭政生叫過來 叫彭副市長當PM 對而且這個會 這個今天被抓走了 被被叫走 易小微嘛 這個姓王的助理 也被叫走 這個姓吳的助理 也被叫走 所以這幾個會 都是這幾個人啊 你看這幾個也是啊 對啊 易小微 王孫侃 吳順明 這些都是同一批人嘛 對 所以檢查官 今天去叫這些人去之後 搞不好今天晚上第一位 有人會被收壓 對 柯文哲明仔仔就糟了 好 到底這裡面有什麼 圖立金華城的地方呢 今天有新的發展 原來應小微 開了兩個真的是神秘的會議 這不是什麼便當會喔 是在應小微辦公室 召開了會議 金華城的董事長到現場 台北市政府官員也到現場 他們到底喬了什麼 說了什麼 我們看相關報導 我發現我只有蓋了兩個帳 還是三個帳 剩下的就是都市計畫委員會 都市設計委員會 專案小組他們就去處理 我都沒有再去破文 針對自己任內的金華城案 柯文哲表面說得雲淡風輕 但隨著連結大動作搜索 金華城案這把火超高容積率變更爭議 恐怕燒上柯文哲 司法明明就是法院就是判決市政府勝訴 可是柯文哲還是硬要用容積獎勵 換一個方式給金華城 議員直至前副市長彭震生 已經證實金華城案是柯文哲交辦 選用都更條例也是柯文哲蓋章決心 尤其看看北市其他商城獲得容積率情況 就可以看出柯文哲有多偏袒維京集團 文華東方捐公園用地提供社區集會中心 獲得445%容積率 就連台北101取得752%容積獎勵 也是協助建設捷運站及行人天橋 廣場並更改設計六次才得到最終方案 對比金華城拿向天價840% 史上最高容積獎勵 卻就提供停車格和任養公園 似乎不合理 在柯文哲任內八年 容積三階段長胖 第二階段是從 從560長胖到672 然後再從672長胖到840 因為560長胖到672呢 他走的路叫做發明自創容積獎勵 不過衛京集團也發聲明喊冤 事件爭議30多年 主因在法令切缺地方政府修法速度 跟不上社會環境變化 企業成為政治人物 俠院報復的犧牲品 強調捐出大量土地 捐款興建公園和公益設施 不認容積獎勵科士服有毒後進化成 阿川因為今天媒體有說 有兩個會議神秘會 兩次邀官員辦公室開會 吹聲方案式自創容積獎勵 方案式這個太複雜 我不用講細 就說什麼綠建築啊 什麼什麼一大堆了 就給進化成800多容積獎勵 這個兩個會議在媒體上特別說 2020年6月23日開支會 7月1日開支會 結果這兩個會都被我們新台北上線獨家取得了 這兩個會當然是關鍵 可是這兩個會之外 其實英小偉創這條創23次 23次會也被我們獨家取得了 從107年到109年 總共開23次 裡面有什麼人參加 剛才剛才 等一下我講一下彭前副市長 對 彭前副市長這裡 柯前市長 柯前市長這一場 對 那個彭副市長沒有參加 沒有 對 他不是躲到最後一次才參加嗎 對 他參與了這兩次之後呢 他知道後面不能參加 對 所以柯粉找這個一堂 他沒去 好 那這兩個會議在幹嘛呢 這兩個會議就是那一個自創榮獎 什麼綠建築 在這個會議裡頭 各位看喔 六月二十三這個會 對 這個會說 請陳青人 提出綠建築建築 這些 然後呢來讓 都市發展公益規劃 奉獎方案 送給都發局 轉都委會 並案提到引力 這一場有都發局 跟都委會 對 那這個結論誰下 硬小偉壓著都發局下的 下完之後都發局跟都委會 要不要點頭 要嘛 因為他就想照綠建築 建築設計特色典範 及退縮建築等獎勵規定 提出來 我們就給你龍獎了 對嘛你提出來 好提出來 這個是六二十三 過一禮拜 而且你看陳育坤也在喔 陳育坤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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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案子董事長 六月二十三要講完之後 七月一號要開一次會 這句話叫做加強 加強 就是說六月二十三他們送了 寫到不好 對 所以七月一號過一禮拜而已 馬上又開一個會 請陳育坤加強 公立性公共性質 未來對都市發展的貢獻 競說明 競訴送都發會 代表什麼 代表當時這個都委會跟都發局說 好了你送 送送的報告消了不好 消了不好 消了不好 都發局一直把都委會認識 會說 沒辦法啦 所以七月一號 再開一個會說 欸欸欸欸 裡面多切一點啊搞什麼東西 這樣大家都很難做 對 才會下這個結論 他就是把都發局又叫過來說 你說要公立性喔 對 我現在已經叫他們加強了 加強再推薦 我就會死 對不對 然後所以這幾個案子就是 這兩次的會議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案子的關鍵 那這幾次的會呢 都是剛才剛才 開這個都沒法 最關鍵從這個彭副市長 一出現 開始六月二十號 到了隔年 隔年的二月十八號 其實彭副市長有參與了這個 這個協調會 這邊以前其實都沒法 都沒法 因為彭副市長知道這不能從 對 到三月十號就是第一場的便當會 柯文哲召開 哇就加速了 那柯文哲各位記得 他的會議記錄說什麼嗎 請他送嘛 各位記得嗎 三月十號的會議記錄 對 請陳情人將訴求方案 寒送都發局 對 代表說第一次都騎到過了 我們報告也都高了 我都寫了 你們剛才剛才也沒意見 好回到剛剛那一章 所以柯文哲在這個會議裡頭 做什麼事 形式上你還是要送進來 對 你送進來 頭前都請好了 頭前這個會議 都跟你說要怎麼寫 寫得不好 又開一大會 叫你加強 你也都用好了 這個會就決定說 那你就送進來 我跟你講你知道這個會是什麼會嗎 是市長畫押的會 沒錯 大家都請好誰 誰畫押 柯文哲開了這個會 明天就被抓進去了 我告訴你啦 因為這個議員開的會下的結論公務員 只是尊重 對 就是市長開會決定下的結論 對 公務員就照辦 沒錯 所以這個會在形式上 就是讓這個會 我們上次講開綠燈 就是這個會 那這個會完了 都看到 3月10號這個會完之後 來 各位看到這個6月23 跟7月1號 這兩個都發局都委會 就是這兩個會 然後呢 又繼續吹 繼續吹 繼續吹 吹到沒了 所以映小暉開了23次的會 然後今天呢 你看3月10號完 4月21號 又把映小暉叫過來對不對 這我們之前都講過 都發局還在拖 後來就叫都發局當PM 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2021年8月10號 還在拖柯文哲 映小暉又開始會對不對 直接把彭政生叫過來 叫彭副市長當PM 對而且這個會 這個今天被抓走了 被被叫走 對 映小暉嘛 這個姓王的助理 也被叫走 這個姓吳的助理 也被叫走 所以這幾個會 都是這幾個人啊 你看這幾個也是啊 對啊 映小暉 王尊坎 吳順明 這些都是同一批人嘛 對 所以檢察官 今天去叫這些人去之後 搞不好今天晚上 第一位 有人會被收押 對 柯文哲明天就在拖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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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